从这儿来 我们谈 对象的转换 对 两个 一个我们称为装箱 一个我们称为拆箱 装箱拆箱 好了 那么 这个东西指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学习了多态之后 在类型上的一个转换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什么叫装箱或者什么叫向上转型 好 这个案例不是什么新案例 负子类有继承关系 负类应用指向子类对象 对吧 那我们说负类应用指向子类对象 这句话是多态的核心 对吗 同时他也实现了向上的转型 所谓的向上转型是什么 就是把子类类型 存到负类类型的变量中 又或者说把子类当成负类来看待 对不对 哎 这儿 有个狗对象 好了 我背说它是个动物 行不行啊 可以 这是不是就是把狗当成动物了 实质上就是把你的子类类型 向上 向上指的是向负类靠 对不对 向上 哎 当成负类类型来看待 所以呢 它既是多态的核心概念 同时它也被称为向上转型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基本类型的时候 学过类型的提升呢 也学过类型的转换 是不是有一个自动类型转换 自动类型转换 就是把小的往大的里放 对吧 它所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 对象层面的向上转型的意思 小的往大的里放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对照一下 是吧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对象层面的自动类型转换 没问题吗 好了 所以一句话 就说完了这个向上转型 不是什么新东西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什么 还是我们一再强调 作为负类型用 它就只能调用负类型生命的属性方法 子类的看不见 对不对 哎好了 那我非要调子类独有的 要么你就别向上转型 你说老师不行 我来不及了 我已经转毛了 就像刚刚我们那个买车的那个案例 我拿到手了就是个负类 这个时候我非要在这看一看 看什么 看看他所代表的那个子类对象的独有行为 我现在拿到的是什么对象 改了 80万 是不是小汽车呀 我非想在这看看 我这个引用当中的那个小汽车的什么呢 品牌 这个事怎么办 听懂了吧 你可能拿到手了就是个负类 你想看他的子类怎么办呢 看他子类当中的独有行为 独有内容 你就做向下的转型 是这意思吧 所谓的向下转型的话 简单了 发 所谓的大的往小的里发 对吧 但是 在我们的引用类型上有一个小的区别 看看 从语法你都看不出来 animal A等于new dog 这个A里边是不是条狗 我强转成什么 狗类型 然后放到 他对应的引用当中 是不是我就可以通过到个点 去调用独有属性和方法 这个语法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这个是成立的 看上去 是不是就是把大的往小的转啊 好了 但是有个前提 叫什么 强转回子类 本身类型才可以 什么意思呢 说 我有一自行车 哎 我买了之后 我投了两千块钱 我得到一辆自行车是吧 这是个交通工具 哎 我强制给它转换成公交车了 两千块 便了两百万了 不行吧 或者你说你这 哎 animal A等于new dog 接着呢 我就把这道子 给它转成了 转成是什么 转成了这个 对 转成了老虎 哎呀 我买了一只老虎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里边会有个什么问题啊 如果你真转成了 如果你真转成了 跟你的真实对象 不匹配的其他类型 就会存在问题 因为这两个类完全不一样 内存结构也不一样 是吧 这是从物理的角度 从我们的逻辑的角度呢 你也不可能在现实人物当中 说你买个动物去 到动物市场买了个动物 你买了个鸟 飞回去当阴谋 明白这意思吗 哎好的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想做所谓的向下的转型 或者我们把它叫拆枪对吧 那得前提是什么 这个负类当中的真实子类类型是什么 你就才能转回成它对应的类型 原来是狗 你就只能向下转型成狗 原来是猫 就向下转型成猫 对不对 不能瞎转乱转 是吧 哎 所以我们说 将负类型中的真实子类对象 想转回其本身类型 才叫向下转型 如果转回去的不是它本身的类型 那就叫瞎转型 不叫向下 叫瞎转 胡转乱转 对吧 好了 所以只有转转回其本身类型 真实类型 你才可以怎样 要用它的足有属性和方法 转错了就报错了 明白吧 哎 好了 那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我向上转型没什么说的 其实这都是向上转型 对不对 这就是一行向上转型 好了 那向下转型就是当我调用了这个方法 得到了一个car类型的对象 保存在了负类型当中之后 向上 向上已经完成了 或者装箱已经完成了 下边我是不是想做个拆箱 访问它的独有啊 好 那这个时候 转呗 car my car 引用类型是对的吧 等于什么 等于目标类型 后边跟着的是你那个引用 my vh 对不对啊 表示我要把它里边存的那个小汽车 转成真的小汽车 进而我现在再访问 那个品牌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当然我没有品牌 不过现在拿到的no 就表示也是成立的 好 我换一个 因为我这个没负值吧 明白我刚刚的问题在哪吧 你拿到的是这个 你没有对它做负值 我换个值 是不是 拿到一个bus的话 我自然可以访问它的 sit number 我改一个120万 得到了一个实质上是公交车对象 那这里边我就换了bus bus等于 强者回bus的my vh 对吧 接着我去访问它的那个叫做 bus.set number 独有属性 如果得到20 那我这个案例就是对的了 是了吧 这才叫 拆销 才叫向下的转性 没问题吗 好 那当然我们说 如果你要转错了 你说这个 哎呦 这个方法不是我写的 这到底返回的是什么呀 我也不清楚 我认为是个小汽车 那我给它转成小汽车行不行呢 这个是正解的对吧 好 现在得到的真实 我们知道是公交车对不对 好 我就不小心把它转成了小汽车呀 是真的不小心 好 然后呢 你去想一想 等我访问car的这个所谓的brand的时候 你说可能成功吗 你这个真实得到的那个公交车 它就压根就没有一个空间叫brand 对不对啊 所以显然会有问题 不过呢 各位还记得吗 原来我们基本类型转换的时候 你 不加强转 人家说你这大的往小子里放不行 容易失去精度会给你爆错 是这意思吧 我现在要是不写这句呢 他也爆错 你说是不是 但是不兼容的类型无法转换 跑了一个 一场 exception is a random man 加了点浪点 class cast exception 类型转换一场 接着他告诉你 bus cannot be cast to car 公交车 他就不能转换成什么 小汽车 那你说 哎呦 报错了 报错我就知道 哦 原来里面是个公交车呀 那我再转成公交车 有点麻烦 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你别等着他报错了运行 编译运行 报了错了 你再基于人家的错误屈性 再把你这张代码改了 不合适 所以这个情况呢 还确实频繁常见 因为我们避免不了向下的转型 经常我们需要用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直接做转换 可能还缺少了一些 检查的缓解 进而会导致他报意 抛异常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既然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延伸到一个 这种情况 看着 这是不是刚刚我们产生的错误 class cast exception 向下转型时 如果负类引用中的子类 这一项的类型 和目标类型 不匹配 对吧 你转错 所以呢 就发生了这个一方 对不对啊 问题是一样的 好了 那怎么避免呢 学一个新的关键字 叫做instance of 实力 instance是不是就实力的意思啊 这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 就已经做错了 就是 你用它 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对一个引用类型的 当中的对象 进行一个判断 就是对一个变量中的对象 的真实类型做个判断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你真正在向下转型的时候 你是应该判断一下 这个变量里存的真实类型 到底是什么 对吧 没有问题 你再转型 就比较把握 有问题就不转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 我们用到instance of 这个关键字 那么你注意 它的语法 这个关键字 是一个得到 富尔类型的 表达式的关键字 你要是想用它 就是做判断 而判断的双方是什么 前面的 那个是引用 或者说是变量 对不对 这个变量里 一定指的是个 负类型变量吧 是吧 不对吗 这个引用当中 肯定存了一个 子类型 那么当你 不知道它的类型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 匹配的类型 做判断 比如说 我这 my vehicle instance of bus 如果正确 它这管车里边 存的是公交车 我在想转转 公交车 那么 else if呢 my vehicle coissance car 我是不是满足条件 表示它里边存的小技术 我在强转成小技术 没问题吧 哎 好了 所以我们说用法很简单 你在这做强转 当然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异常 我们说异常 发生的原因就是 你引用当中 或者负类引用当中的真实子类对象 和你的目标类型不匹配 对吧 我们在做这个转换操作以前 应该先做判断 对吧 好 那我就在这先做个判断 我问问各位 什么情况下 会把你的my vehicle 转成car呢 什么情况下要把它转成car 执行这两行代码 只有当my vehicle里边存的是car类型的对象的时候 你才执行后边两句话 对不对 那我对它的判断就很明确了 如果my VEH这个引用 这个负类引用当中 instance of 存的是一个car 听懂了 这是个类型 看出来了吗 大写的c 这是类型吧 好 表示的是 你这个便让你存的是这个类型的 你就转成它 那当然 如果不是呢 不是就不转呗 对不对啊 那么或者我们可以加上else以后吧 我继续判断 如果my VEH当中 instance of 如果是bus的话呢 那我就转成bus呗 是吧 还是对它的转换 那你要去转成bus的话 你就可以访问bus的什么 那个sate number 对吧 当然我这里是不是用它 会有重名 哦没有 上面有住的 是吧 好 不过再加一个 如果你的my VEH instance of 是个bicycle的话 你就去完成bicycle bicycle my VEH的强转 以及访问bicycle的独有属性 color 是吧 当然如果这三个都不是 那就不转了 不转的话 我加一句话 就是你看到这句话 你就知道它可能什么都没做 是吧 程序 结束 行了吧 哎 好 我们来试试看 现在是多少钱 120万 好 120万的话 我为了能描述一下这儿啊 因为是不是car啊 和bicycle啊 里边没指的话都是now啊 好 这个叫小汽车的品牌式 这加上 这个叫公交车的座位数量式 这个叫自行车的颜色式 你看到前缀 你就知道执行了谁 好 我还是刚刚的获取 拿到一个公交车 下边我做判断 看到了吗 公交车的座位数量是20 是不是要是我强点成公交车了 那我要是传一个80万进去 你看 小汽车的品牌式 是不是拿到的 满足的就是这个条件 好 我要是再传一个 3000 啊 3300吧 自行车 对吧 最后我还有一个再试试 我传个300呢 哎 发现什么呢 没满足 换句话说 你买VH当中是什么 No 这个No 它既不是Car 不是Car的对象吗 也不是Busk的对象 也不是Bicycle的对象 所以这三个 Else衣服是不是都没满足啊 没满足就怎么样 程序结束了 不满足就不执行 强管 对吧 换句话说 不满足 不强管 就不会出错 对不对 体会体会 哪儿 有疑问 可以聊了 没有 好 那我把这说完呗 看 你在看这个案例 Animal A 你又到了 负雷已经只向子雷对象 A里边存的是个狗 对吧 对 做逻辑判断 只有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才应该去转型 尽可能的 是不是就避免了 那个Class Cast Exception 对不对 那么假设A里边是个猫呢 是不是就满足了这个条件 再强转成猫 是吧 满足哪个 转哪个 哪个都不满足 就不转了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强转完之后 你再调方法 或者再调独有属性 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了吧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吧 我们刚刚讲了两种转型 对吧 一个叫向上的转型 所谓的向上转型 就是把子类放到负类里 对吧 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直接放就行了 而我们认为 这本身就是多态的核心语法 是吧 好 当你放进去之后呢 那你注意了 这个时候负类引用 它是只能调用负类中生命的属性和方法 是吧 额外再多说一句 当你负类引用调用负类方法时 这个方法 假设被子类覆盖过 是什么结果 执行子类覆盖后的 对不对啊 OK了 那好了 当我把这个向上转型已经完成了之后 那是不是下边 我还得考虑到板方向的向下转型 向下转型指的是 你现在有一个负类引用 里边存了一个子类对象 对吧 我得把这个引用 转成它真实的类型 对不对 这个引用 里边存的是狗 那我最终得强转成狗 是吧 如果里边存的是猫 你就得强转成猫 这是不是得匹配啊 只有正确匹配 是不是才表示强转回本身类型 这才叫向下转型啊 但是如果你发现什么呢 你在做转型的时候 可能存在了一些问题 什么呢 明明里边是个狗 非要转成猫 好 编译的时候 让你通过了 因为你家的抢转了 对吧 但是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爆错啊 那只能说我们这个转换的这个动作 在执行的这个环节上 不严谨 对吧 你没有确认 你就做转型了 进而导致你的程序终止了 报错了 对吧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在这向下转型时 可以做到严谨 准确 那么我们才加入了什么 instance of这个关键字 进而来对你 副类引用当中的真实类型做判断 如果我发现这个引用中的真实类型 和我后面标识的数据类型 是一样的 我是不是再去做转型啊 对吧 说你这里有一个箱子 这个东西就是个箱子 副类引用 一个大盒子 外边贴成纸叫动物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是这个意思 哎呦 在这儿 这样的啊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干嘛的 哎 好 我这么拿这个画吧 箱子 不是这么画 箱子怎么画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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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有箱子 好 这儿写的什么呢 动物 听懂了吧 嗯 这里确实有的动物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这是不是就表示 副类引用指向子的对象 里面可能是只猫 可能是狗 可能是个什么 对吧 嗯 当你拿到这个的时候 你能不能上来就把它强转成道法 能不能 不能 这个操作 你说我 哎 这有个动物是吧 我强转 人家便一起告诉你了 不好说 不一定 你现在别把直接把它当成狗啊 你别拦我 你别拦我 我要强制的一拳转转 你不用帮我检查了 就是谁 好 你转了 那我不拦你了 你转了 对吧 当你转完 你打开一看 是只猫 这不是有问题了 嗯 非常没有问题 因为你把他当成狗的时候 你会调用狗的独有行为啊 或者独有属性啊 而他有吗 没有 那你说 哎 我把他转成猫啊 他万一里边又是个别的呢 不严谨 对不对啊 Incest of指的是什么 告诉叶奕契 哎 你帮我看 哎 你看看这里面是不是狗 他帮你偷偷看了一眼 说啊 是狗 好 那你说啊 那太好了 是狗了 我把他当成狗了 好 你打开 没问题 你说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猫 是 好 帮你打开 这句话说就是 在你真正开箱之前 把他当成什么一天 你是不是先做个检查啊 Incest of判断一下 如果是什么类型 再强转成什么类型 对吧 这是不是叫转换回其本身类型啊 理解了吗 嗯 好的 不难啊 不难 行了 如果这个 instance of 各位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可以说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总结一下 首先 多态 我需要各位记住的 多态的概念 负列引用 是相似的预想 从而产生各种形态 对吧 没错了 接着 多态的两种应用场景 使用负列作为方法 形单实现多态 以及 使用负列作为方法 反为直 实现多态 对吧 那作为参数来讲 你就要知道了 如果把负列作为参数 它可以接收的类型 首先 自分类型 对吧 你没有投是参数 那我用个微要投出来 能不能成为参数 可以吧 而微要投的所有负费 也可以成为参数 没错 好了 自身类型 加所有自身类型 那么如果你把负列作为 反回直的方法 你可以反回一个自身类型 你也可以反回 所有的自身类型 对不对 所以 这是 两个 再往下 其实什么 一次造好 向上 向下转型 我都没有统结 因为我认为 那个东西特别简单 你只要敲过一点 你马上就能见 但是这个各位 一定要记着 多态的好处 多态的优势 是什么 第一个叫 屏蔽子类间的差异 我们之前讲过 叫屏蔽 什么呢 使用者的差异 对吧 在使用者的角度来讲 好像是无差异的 对不对 那现在呢 你加入了多态之后 还有没有区分什么 cat box 或者是那个什么 car bus vehicle 其实没有了 看上去一视同仁 什么 大家都是交通工具 都没有人意识了吗 所以才导致到 你的这个行为 那个方法呀 定义了 副类类型作为参数 即把随时的那些方法 就更灵活了 听到了吗 偶射就低了 好了 所以下半段 这个基于它的作态性 所以才有了我们未来的 程序顺的一些优势 这个是需要各位去认识的 没问题吧 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多态就是讲完了 注意我今天用了两个案例 其实整天来讲就是两个案例 一个动物的 一个就是那个 交通工具的 对吧 那个交通工具的 是让你 动物的那个 是让你理解 animate 你牛到过这个基本语法 对吧 那个交通工具的 才是最有价值的 那让你把所有的 多态相关的那种串起来 行了吧 好了 那今天就这么多 就这些 谢谢